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继续向下学习 我们这个第二个例子是比较有意思的 最后的最后呢 我们会根据这个例子 跟我们的这个硬件系统 进行一些交互 控制一下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加油电器之类的等等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继续向下 看一下这个百度语音的这个协议 也就是说我们要调用服务器的这个 相当于是调用服务器的这个函数软 应该怎么传数据给它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是换了一个新的PPT模板 终于可以铺满整个屏幕了 哇这字好大 好不习惯 我们今天主要讲这个百度语音识别的这个语音识别协议 那么我们带来大家看一下这个 它的这个协议的具体内容 好 实际目标就很简单 掌握百度语音识别的这个协议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很简单 到时候用的时候就会发现遇到很多问题 甚至很多大牛都现在里面出不来 语音识别协议 那么我们这里 因为是这个PC的开发 所以我们只讲这个REST的API这种形式 其他的那个IDE呢 大家去这个网站上看它相关的这个文档 开发文档 说实话这个开发文档呢不是特别详细 所以呢 大家需要注意有很多坑 可能我就这个SDK的我就不带大家一块去踩这个坑了 但是这个REST的API的这个 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各种坑的经验 那么这个语音识别很明显 我们要把我们这个本地录音的这个语音 传到这个服务器 那么这个做过互联网开发的人都知道 这种方式肯定是POST的方式了 因为这个GET方式它是搞不定这么大数据的 因为那个数据很长 都直接都放在这个URL里面 不可能传上去的 这个语音识别协议呢 百度的云识协议分为这个隐式发送和显示发送两种 那么隐式发送和显示发送是什么 咱们一会再说 它目前支持的这个采用率只有8K和16K 这么两种特定的这个采用率 那么采用深度就是16微深 支持格式呢 是这个PCM WAV 还有OPUS SPECT AMR 还有这个TRAFLAC 那么我们这节课 就是我们这个课程里边用的就是WAV模式 就是比较容易的这个格式 SPECT和这个AMR呢 这个Python的这个解码库不太容易找 那么我们就不做实验的介绍了 但是这个 做这个移动软开发的可能会用到这个AMR和这个SPECT 这个 就是 但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云识别格式 它支持的语言 上次我们说了这个普通话和英文 我今天翻文档发现它还支持一个粤语 但是这个粤语呢 我不会说 所以呢 这个 我们做测试的时候呢 就直接跟它说中文算了 会粤语的同学可能就幸福了 跟它说几句粤语 才能够识别出来 这个 相应的这个汉字回来 英文的话都还是可以的 那么访问地址就是这个 VOP百度.com 然后Server API 大家从这个地址可以看出来 首先它是这个 VOP的这个域名 然后中间夹这个百度 后边是Server API 也就是说我们调用的是这个服务器团的这个API函数 那么我们再接下来看看 这个介绍一下 引试发送和显示发送 它所谓的这个引试发送呢 也是把这个音频数据 Post到这个服务器上 但是它Post之前呢 做了一个这个编码 这个数据和这个加参数 那么通过这个Post上传 但是呢这个Json这个数据里面都是这个Json这个自串啊 但是这个Json的自串里面包括什么呢 这个引试发送很长啊 第一个字段 这个 这个Format 也就是说这个类型 这个类型是String的 就是说格式 这格式数据类型是String的 那么B填 所以你必须要指明这个你传给服务器的是一个什么格式的音频 你如果用这个WAV格式的你指定成这个AMR 那么服务器百分之百的解析错误的数据给你回来 它不区分大小写 所以呢 只能填上述这个支持的格式 那么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Rate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8K或者16K 那么你就填8000或者16000 别写8K16K了 那这个Channel 声道 它指的是单程道 所以我们只能写1 前面这几个都是B填的 这个CUID CUID是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Client User Identify 什么这个的简称 就是这个客户端的这个ID 那么唯一的标识服务用来区分用户 也就是说它这个是个云转服务 你通过这个web协议都可以去访问它 它为什么 它拿什么来区分不同用户呢 就通过这个CUID 所以它是这个B填的字段 那么建议呢 通过程序来获取本机的这个MacDitch 长度在60以内 我们测试的时候你就随便给它添一个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可以控制云端的这个开发 它区分用户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统计这个用户的使用量 你这个开发的这个云的这个识别这个程序 有多少用户在用呢 你就通过这个有多少个CUID 不同的CUID就代表不同的用户 如果你都填一个CUID的话呢 所有的用户都变成一个用户 你这个统计使用量的时候就很麻烦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是干什么 然后这个token就是说 上次我介绍过 就是说它每次 调用这个服务器的那API之前呢 需要验证一下这个token 这个token呢 一段时间后会过期 所以你要经常去获取它 获取这个token就相当于获取这么一个权限吧 类似于这样的这个access token就是访问的这个token 那么ptc这个是选填的 写一号 那么下行的识别结果选择 默认就可以了 我们也可以不填这个 然后这个language这个字段 数据类型是string 那么也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中文就是填入这个zh 粤语就是ct 英文就是en 不区分代表写默认是中文 后面这四个就是比较好玩的地方了 那么它这个引试发送呢 有这么两种方式 你可以指定一个URL 那么百度服务器会自动访问这个URL 下载这个语音 然后呢 它下载完这个语音之后 它在云端识别 识别完了之后 它把这个文本的识别结果返回到哪里呢 不会返回到你这里 它返回到你这个callback这个指定的这个回调地址里 也就是说呢 URL字段和这个callback是绑在一起使用的 绑定使用的 那么speech和这个lens这个字段是绑在一起使用的 如果你选用这个URL和callback这种方式的话 那么就不要用speech和lens这个字段了 如果你指定了这个speech和lens这个字段的话 就不要指定URL和callback这个字段了 它默认是这个 默认是这个URL和callback这个字段 但是你指定了speech和lens之后呢 它就会忽略这个URL和callback了 就是你别指定这个字段 那么它这个绑定使用呢 有个特别好玩的事 你在这个URL里边应该写一个地址 服务器 百度的服务器 百度语言服务器去这个地址里边下载语言数据 然后呢 它跟callback是绑定的 它识别完了之后 如果识别正确 把这个识别完了的文本 就写入到这个callback 你指定了这个回调的地址 这个callback的应该是什么呢 绝对不是你本地的一个函数 处理这个返回文本 绝对不是这个本地函数 而是应该是你自己搭建的 另外的这个服务器上的一个URL地址 那么百度服务器会访问这个URL地址 把这个语言识别后的这个结果 写到你这个URL里边 就是写到这个你指定的这个服务器里 它会把相当于是语言数据 从这个Stream里边 从这个URL里边下载来 然后识别完了之后 写入到你callback字段指定的这个服务器上 比如说从百度的服务器 写到你自己的服务器 这种方式非常别扭 之前好多人问这种方式 怎么搞定怎么搞定 基本都搞不定 那么这个方式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 是如果你把这个语言放到云端 比如说放到某一个服务器上 比如说你在阿里租一个服务器 那你这个URL字段 Stream就应该写这个阿里的 这个语言端存储的这个服务器地址 然后呢 这个callback呢 也应该写到你租用的这个阿里云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 你自己建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地址 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呢 很多这个服务器端呢 屏蔽了这个百度的这个IP 就是害怕百度拿爬上去爬他们的数据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你用这个方式的话 百度与语音的服务器是没法从你指定的这个URL字段 去下载语音的 所以这个你用这种方式识别老是会识别错误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所有的这个程序都没有问题 都看过一百遍的文档 但是还是搞不定 所以这个trick就在这里 这是因为很多你指定 你URL字段指定的服务器屏蔽了百度的IP 所以百度根本没办法把这个语音下下来 它就根本没法识别 那么说说这个第二种方式 就是与URL和callback相对的这种speech和lance 这个方式呢 就是真实的语音数据填写到这个speech字段里边 然后呢 用这个base64进行编码 这个地方有一个好玩的这个事 就是base64编码呢 这个原来的语音 经过这个base64编码之后会变长 所以这个整个上传的数据会变大 然后这个lance字段呢 就填写这个原始的这个语音程度 不是你编码之后的哦 千万注意 是这个原始的语音程度 就你用base64编码之前的这个语音程度 你可以通过程序获取 然后写到这个lance字段里边 然后这个base64编码之后的 写到这个speech里边 它所谓的影视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不管你是从URL还是callback 还是这个speech 填到这个speech字段里边 你的语音数据在你这个访问的这个URL里面 是看不到的 就是说你向服务器post的数据里面 是没法直接看到这个语音数据的 我说的对不对 因为你不管是指定了一个URL 上百度服务器自己去下 还是编码指定到这个speech字段里面 因为你这个语音数据编码之后 也不是它原来的数据了 所以呢 这种方式要引试的发送 讲的非常累也非常闭嘴 这种方式呢有的时候用URL很多坑 所以呢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那么这个引试发送我们就收到这里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显示发送 哎呀这简单多了 一共就四个字段 然后还有两个选天的 这是非常简单 这个显示发送呢 就是很明显的 数据直接放在这个htt的这个body中 就是直接post到服务器 然后呢控制参数呢 就这么几个啊 第一个就是这个CUID 就是客户ID 啊刚才也说过了 你就直接填bank地址 或者你随便写一个就可以 然后是token 就是你利用那个啊 token函数获取来的这么一个 相当于这个字串 然后写到这里 就是开发者甚至验证密钥嘛 他这里有一个描述 就是相当说的这个获取这个访问权限 然后这个lands 呃不是lands 这个language 还是跟刚才一样啊 中文粤语英文 然后ptc 这个写一号 下显示别结果选择 就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你可以不填 因为他是选天字段 不填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这个就采用这种方式 因为那个也是发送 第一个是用slit字段 编码之后数据算特别大 特别长 然后呢 因为你必定是post到服务器 你这个网络稍微不给力一点 你整个就传不上去了 以后有错误 然后还有就是 他这又填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并且用uil那个方式呢 也坑有很多不好调试 然后我们就用这种方式 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可以 那么这个是上行的数据的这个接口 就是说我们往百度服务器传数据 是按照这两种方式 我们选显示发送 那么百度服务器这个识别完了 或者是识别有问题之后 他会给我们反馈一些信息 这个下行数据的格式是怎么定义的呢 下行的结果定义 就是百度返回的数据 可能是识别结果 就是比如说你说测试百度语音 他给你返回一个测试百度语音 也可能是说 错误码 就是返回了一个错误码 说你这个能不能有问题 这可能是编码呀 也可能是什么 这个采样深度不对呀 采样率不对呀等等 然后我们在程序中需要区分 这是文本结果 还是错误码 那么识别成功的case 那就很简单了 上海写着 那个error number是零 就是没有错误 然后error message 就是success就成功了 然后就哗啦哗啦一堆 后面的一串我们不用管 然后最后这个很关键的是 我们要的这个文本的结果 在这个result的这个字段里面 就是Jason的result的这个字段里面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取出来 这个北京天气 比如说是这样 但如果是识别错误呢 他这个error number 一定是一个特定的数 然后这个error message 就会写什么 没有数据呀 或者等等等等之类的 然后这个错误码 我们看一下这个错误码就解释 他这个error number2000 在下面没有对应的 这应该是一个错误 这段我是从这个 百度的开发文档上摘下来 他这开发文档呢 不是特别稀奇 但是因为是完全免费的 能给我们提供一些 比较80%可用的开发文档 就已经可以了 这错误码含义 这3300 就是说这个输入参数不正确 然后3301识别错误 3302验证失败 验证失败就是说 你token的那个过期了 然后3303是云服务器后端问题 这就是百度自己的问题 我们搞不定 3304说 请求GPS过大超过限额 就是一天五万次 你超过了 他就给你返回3304 因为我们第一节课 已经申请了这个最高配额了 那么就会 不会有这个问题 如果你一旦通过之后 就无限次访问 不会有这个问题 3305是说产品线当年 日期请求超过限额 还是一样的事 所以就不必管他 我们申请了之后 也不会出问这个事 然后特别有意思是 这个 3301或者33 3301这个错误 识别错误 你用URL和callback的时候 用那个影视发送的时候 他下载不到的 这个语言数据 也会返回这个 所以你当时 我们当时很多人调了半天 被这个错误坑死了 然后最后发现是 那个IP 你写的那个URL字段 你用自己的电脑 是可以访问的 可以把语言数据下载下来 但是百度是访问不了的 所以这是一个 看不见的错误 你也解决不了 所以呢 很坑人 那么大家一定要 很慎重的对待这个错误码 他有 会帮助我们 debug很多问题 但是如果是 3301这个错误的话 如果你还是用了 这个影视发送的URL模式 那么你一定要小心 有可能是 你存放语言数据的 那个服务器 不让百度的 语言服务器去访问 解释到这里 那么差不多 我们这个 协议模式 这个百度云语的 这个访问协议 就介绍完了 那么大家可能觉得 听得不过瘾 没关系 我们后边编程的时候 会回顾一下 这个 会很短的回顾 然后就用程序 去实现这个协议 那么会跟大家 具体的介绍 然后今天的客户作业 也比较简单 这个是 复习一下 Python的这个URLib2 然后 Wave Json Threading Quin的模块 我们后面要用到 大家不要看到代码的时候 懵了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然后玩过爬虫的同学 可以尝试访问一下 刚才我提供的 那个百度语音的 这个网址 看看它会返回什么数据 这个作业也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